健康好生活 健康好生活 也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关 可是讲到健康 最近流感疫情 太严重了 不大健康 这次的流感 这个塞爆了各大医院的急诊 那连一些重症 或者是急救的 这个软硬体的设备 有一阵子连夜克膜都不够 而且这一次的流感 好像从A型又到B型 那这一阵子呢 再加上这个 比方说北台湾 湿湿搭搭的又下雨 相关的流感疫情又恶化了 那一般人 到底要怎么样养生 来对抗流感呢 待会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 一一来分享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 的是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 是医生好朋友 刘伯恩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生活好朋友 红树青 大家好 好 再来是中医好朋友 周伟恩医生 各位大家好 好 再来是肌员好朋友 布丁姐姐 哈喽 好 再来是厨房料理的好朋友 潘伟祥师傅 哈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养生料理 达人 秋香姐姐 大家好 好 问一下树青 每到冬天都是流感的 旺季 可是今年特别严重 而且还塞爆急诊 然后一天到晚再炒夜克膜不够 然后说什么急诊 病床不够 今年好像重症都超过1000多个案例 那这一次死亡预估的名单 很有可能到高达两三百例 没错 因为这一波 其实他们本来都说是五年来最新高 其实我觉得它甚至比我们2009年 大家记不记得 美国的株流感变成H1N1 新流感的那一年更严重 那今年一整年 到现在这个流感剂 已经有超过1500个以上的重症病例 死亡人数也已经到达163个人 甚至很严重 就是它除了流感之外 它可能并发肺炎感染 可能并发心肌炎的感染 甚至并发脑膜炎的感染 可能多重 可能败血症都有的 所以说除了重症之外 因为死亡人数也到163个人 甚至疾病管制署 会预估说可能死亡人数 有可能到290个人 因为之前陆续住进去 那今年这么严重 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之前因为气温特别的低 气温低就适合流感生存 然后很讨厌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疫苗的 接种的人数不多 我们每年大概 重疫苗的占总人口 只有12%多到14% 所以这是太少 因为要重疫苗要达三成 才能到达说我保护 也保护别人地步 所以疫苗中的差 可是这一波最讨厌的是什么 A型流感好像要过去了 可是B型流感又来了 所以A型跟B型不一样 病菌病毒不一样 他们两支病毒 A流感觉它要过去了 B流就窜出头 那B流这一次讨人厌的地方 是干嘛呢 是我们打的疫苗 如果政府给的公费疫苗 是三架疫苗 是两支A 一支B 那那支B我们拆的是 拆一支叫做三型株 可是现在看起来 现在在肆虐这一株 是维多利亚株 所以我打的那一株 跟现在流行的那一株 不同株 所以它保护力就觉得 没有原本预期的好 这跟2012年的状况很像 2012年那一次的状况 大概也是总共 重症也快到2000人 死亡也是将近200人 那次的状况跟这一次很像 就是它一样是 本来应该是三型株 后来流行的维多利亚株 因为疫苗要失效 所以就整个疫情就失控 所以今年现在 接下来B流之后 大家会担心说那怎么办 因为疫苗 显然第一个 现在打想打也没有了 第二个是说 就算打了 如果它不对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 真的要教大家提升免疫力 然后不要再排斥那些 戴口罩的人 因为你自己养好之后 还能叫戴口罩回去休息 因为现在戴口罩很可怜 都说你走远一点 那我问一下刘医师 刚刚讲流感 顾名思义 叫做流行性的感冒 那原来流感有分 ABC三种 对 没错 其实它搞不定是流感 或者是一般的感冒 我跟你讲 现在比较可怕是叫流行性感冒 我们知道流行感冒 有A跟B跟C 那C的话 它引起这种非常轻微 所以我们几乎不太管它 那问题是A跟B 这有点麻烦 尤其是A 那A来讲 其实我们在这个 不管A或B 它那个感冒的病毒 它表面 它就有十一种蛋白质 那它这个蛋白质来讲 它会逃避我们免疫系统 所以它会引起我们反应之后 当它可以逃避我们免疫系统的时候 我们没法去做一个 适当的一个免疫的机制 去预防它 或降低它的感染 就症状非常严重 那尤其是A型 A型来讲 它这个A型的植物 在里面来讲 它这个蛋白质 它有时候它会四年 四五年 四六年 它会一个大转变 因为我们这个表面的 所以病毒很聪明 它会变种 它会变化 对 譬如它今天穿雨衣 蓝色的 明天换成红色的 也许过四年换成这个白色的 你要去辨认它很难辨认 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流感疫苗 都希望能够降低 这个让我们提早辨识它 所以刚刚苏星讲说 好 我们猜错了 所以现在B型来 就是出问题 不过再怎么讲 就是说A型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那事实上它这个造成 我们这个病发生比较多 发高烧 肌肉酸痛 喉咙痛 这个有时候 我们最担心的是一个病发症 心脏的发炎 脑部的发炎 常常这也是我们怕 有时候怕医疗纠纷 那这个肺部的发炎 心脏的发炎 很有可能都是 一开始的病毒是上呼吸道 那它就是窜入肺 就变肺炎了 那它窜到心脏就变成心肌炎 窜到脑袋 脑膜炎 所以如果这个病毒 恶性乱窜 那心肝脾肺生 为什么很多人多重衰竭 或者多重的恶性的重症就出来了 对 所以这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它如果窜到 我们的重要器官 这医生也没办法去跟你讲准 那碰到就碰到了 然后而且这个过去产生医疗机会 就是说只是看了感冒 怎么回就突然就是意识不清了 事实上它跑到这病毒 我们是没办法去预估的 所以有突然意识不清 很有可能一开始的症状 没那么严重像感冒 结果病毒窜到肺就变肺炎了 而且病毒窜到肺很快 所以这次流感才会说 什么有一些壮年的案例 什么两天之内就死掉 就拜拜 都是这样子 对 没错 那我们现在另外还说 它这个流感 可会并发细菌性的感染 所以有时候我们医生很头大 我刚开始用抗病毒的药 过了三天之后 你告诉我又有细菌感染 因为它我们每一下 细菌就趁血而入 所以变成细菌感染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医生会 头大说我到底给你抗病毒 还要不要加抗生素 有的时候我不给你的话 过了三天 有的时候我有细菌感染 所以这是问题在这地方 所以为什么政府讲说 尽量要 之前要鼓励大家打流感疫苗 那我们今年确实 我们接种率偏低 而且我们这个B株猜错了 猜错之后 也结果我们都打了 感觉还没有效果 那又碰上这个流行 病毒的一个大的变异 所以造成我们一个 很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今年是特别的惨 那我问一下树青流感跟感冒 到底差别在哪里 那一般的话 如果这种流感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什么 第一个 通常是烧会烧得比较严重 你以前通常一般的感冒 你都觉得我吞一颗什么 普叉疼或什么 你会觉得它烧就退下去了 可是这个通常是 你觉得退烧之后 马上又很容易烧起来 那第二个是 对体力上的影响也很明显 我的朋友说是全身酸痛 全身无力 那种骨头的酸痛感 我有一个朋友说 他说他在过年期间 他是护理人员 他说他要出去弄粥来吃 妈妈已经煮好 但是他得爬出去 真的爬出去 他能够这样 他说就是酸到这个地方 他说如果爬出去 拿粥进来吃 就这么严重 就酸痛 那比较讨厌的是 这些症状就是一般症状 你忍受可能几天就 高峰期过也就好了 最担心是看到什么 如果你一旦看到说 我开始觉得怎么会 走几步就很喘很喘 连躺在这里整个人都喘起来 然后那整个已经 整个虚弱到都觉得 一直持续很困的状态 那个时候你要开始担心 你不只是一般的流感 你可能是流感重症 而且搞不好是肺炎 或者干嘛才会喘嘛 肺炎或者是心脏感染了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是最担心的 那如果一般感冒呢 也有可能严重 也有可能啊 如果你是严重 本来就有糖尿病 或其他的潜在疾病 可是它相对风险性 没有那么高 那这个通常你就是一般 稍不会很高啊 喉咙痛啊 流鼻水啊 然后咳几天啊 这样就好了 所以这两种的差别 就是高烧的程度 跟对你体力的影响 还有那种酸痛感 就高烧体力影响跟酸痛感 那至于接下来这一波B流呢 就是它说 最近他们估计的症状 比如说是小腿特别的酸痛 然后有些人会合并 有肠胃道症状 比如说吐得很厉害 对那它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有些一些判断 可能是这一波的B流感 那这个布丁听说 要先出来分享一下 这个你要分享个抗流感的那样 我真的 因为你们小石头听说 过年也感得很厉害 不是 是我老公 速度好快 是快到我觉得 怎么可能有那么快 所以就开始激起 就是我开始怀疑 他是不是装病 不想带小病 因为要进入过年 要打扫 要除夕 这种大扫处 他就说他不舒服 对 他就说他不舒服 喉咙痛 然后他就说喉咙痛 才两小时 他就说他发烧了 我说你是自我感觉发烧 我就还摸他口 摸一下 有冒烧 我会觉得好像真的有烧 到晚上再过两小时 他已经躺平了 我就说有点夸张 我说明天就要大少数 你可以不要这样 你提起精神来 后来当天晚上 他说不行 我觉得我要去看小科医师 我就带他去 然后小石头也开始怪怪 他们两个就一起去 小石头是昏昏沉沉的被抱去 因为他觉得他头很晕 他就开始睡觉 他被抱去的时候 医生说你们两个应该差不多 那不然你来快晒 结果后来五分钟之后 他就说A型流感 医生本来做这样 A型流感 医生妈妈 真的啊 就是那个椅子有没有 就是本来就 然后那个护士说 确诊A型流感 他就这样就滑走 然后我们就站在那边 然后我们就说有那么 我就说医生有那么 不会吧 我不看到A型 就A型 但是我们口罩会带多点 没有 那时候我还没有觉得很恐怖 但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是他们两个人已经有点 意识模糊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两枚 两枚 儿子跟老公同时都是这样 对 然后儿子跟老公 他们其实怕传染给小孩 他们全部都躲到客厅去睡觉 我们很远 他说他居家隔壁 他躲到客厅去睡觉 他在客厅睡觉的时候 我就听到我老公在外面 陈一文 这很像鬼片 陈一文 帮我拿药 然后因为那个药是那种要转 然后要压 要吸的 然后我就帮他弄 弄的时候他就说 你离我远一点 我真的很痛苦 你知道这个短短的 这个发病的时间 真的不到六小时 隔一天是我真的开始想哭 是因为小石头 他说他肚子很饿 他是跪着从客厅跪跪跪 就是跪着拖着 跪着拖着这样子 他说妈妈 我肚子好饿 我说你干嘛这样子 然后我还骂他 他就说你不要弄我的脚 我脚很痛 我站不起来 所以他不是演的 他是真的哭 然后我就觉得很恐怖 我说你怎么了 我就抱他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我脚很痛很痛很痛 然后我老公就在那里说 你都不相信我们 我们真的很酸痛 他是真的没有办法走 他连上厕所 他就说你可以帮我拿水壶 我想要在这里尿 真的很夸张 所以就有了这道菜 做了养生料理 怎么照顾流感病人 因为他其实流感的下面 都有很多 就是有一些阅读 延伸阅读的文章 所以我有看到这道菜 我今天要做的是 凤梨咖哩炒牛肉 我们先把这个牛肉 切片之后 然后加一点太白粉 它有点干 稍微抓一点 加一点太白粉 然后再加一点酱油 好 稍微腌一下 这个是你老公指定的 牛肉咖哩 其实他想要吃 他就是想要吃重口味的东西 我盛了一大碗给他 他没有吃 他跟我讲说没有味道 我说咖哩是所有东西里面 我觉得算有味道的 对 但他还是觉得没有 然后所以我就是 那时候我就想说 也许病人喜欢吃一点 酸酸甜甜的东西 因为他当时是真的 口味清淡的东西 他都觉得没有感觉 那也许 当然这是错误示范 因为应该要吃一些清淡的 让药物去那个 不是 因为我们在感冒的时候 你说他鼻塞 其实我们嗅神经跟味觉神经 会比较迟钝 真的 所以在重病人 他希望吃 说完他想要重点口味 你有帮他讲话 你知道我当时都觉得 他百般在刁难 那请他看这一集 那你就知道说 这一次是很容易症状很严重 那万一变成重症就更严重 对 所以最好是你自己就有不错的免疫力跟抵抗力 因为一模一样的环境当中 有些人就会得流感 那他可能空气中 环境中散播这样的病毒 可是免疫力好的可能就不会 对 不过肃清也提醒大家 预防流感有好几个食材 像一般的菇类 洋葱 大蒜 鸡汤 牛肉 茶叶 都是日常生活当中 对于你的抵抗力的养成有帮助的 对 比如说像刚才的鸡汤 曾经有一次 有一个科学期刊就在问大家说 几个猜谜题好了 你觉得什么样的东西最能预防感冒 或对感冒最有效能 它就包括什么鸡汤 维他命C 什么维他命D跟C 话还是说 其实他认为是热鸡汤 为什么 因为刚才其实刘医师有讲 很多人在感冒的时候 重感冒的时候 你味觉其实很差 然后有时候一碗热热的汤 其实第一个让你的鼻腔 有这些热热的气体进去 它相对比较舒服 然后相对也喝得到 第二个它里面这些氨基酸的成分 然后B群 吸收之后他们发现 可以促进一些中性的白血球的活动 那提高你身体免疫 所以鸡汤其实妈妈的爱心 也是有用的 那第二个部分 一般人比较常听的 可能就是包括像 菇类的东西 因为菇类我们都知道 它有一些多糖体的物质 那他们发现说 菇类这些多糖体的物质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一些 免疫的白血球的活动 所以吃一些菇类也是好的 那另外比较特别的是那个茶叶 因为想说感冒喝茶不会伤胃吗 所以他们有研究发现说 感冒的时候像这些红茶 因为我们身体除了 去对抗这些我们外来的 坏的病毒 除了有一个东西是白血球之外 还有一些武器 比如像干扰素这个东西 他们就发现 有研究发现红茶的部分 可以调节这个干扰素的活动 比如说他们那个时候治疗 C肝就是要合并干扰素去进行 所以这也是可以帮助你 调节免疫力 我觉得偶尔这些东西就 大家用在生活中 那就不用说 因为药大家也知道 感冒的药 你想说你吃了瑞乐沙 还说要去客流感 没效就没效了 因为两样是一样的味道 这个时候还不如就把身体养好 然后躲在家里不要出去 好 那我们这个陈布丁 炒了这个肉片之后 现在要下了 现在先用一点那个蒜头去爆香 然后它现在有一点香味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凤梨 凤梨打成泥 大概半颗 然后一半我们把它打成泥 好 这个就是凤梨的果汁 凤梨打成泥这样子 那连纤维一起下来 对 那我们连我们的 这个凤梨颗粒 我们也一起下去煮 这种凤梨料理 应该连小吃头都爱吃吧 对 它觉得酸酸甜甜的 还不错吃 然后凤梨如果说 像我们今天是准备 切比较大颗的 那如果小朋友喜欢吃的话 可以再小颗一点点 小朋友会比较好入口 对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水 好 加一点水 好 这样子 那我问一下周太医 刚刚这个肃星讲 一般人老觉得说 感冒可不可以喝茶 可是像中医的概念里头 红茶是相对比较温热的 对不对 对嘛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说 应该是绿茶要上榜 因为绿茶有儿茶素 儿茶分安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 很惊讶发现 所以红茶是指全发酵茶 或叫老茶 只要是比方说 你是乌龙 香片或红茶 为什么它会上榜 第一个它是性温 如果说你在不是一个 化膿性的扁桃性发炎 或发高烧的时候 事实上你喉咙的一个痰 或是一个分泌物 你经过一个稀释过的红茶 就是一般的热红茶 它对肺部的放松 气管放松是有功效的 甚至现在最新的一个 叫JAMA杂志 JAMA杂志是一个期刊 医学很有名的期刊 但是说它里面有个就是茶红素 还有茶黄素 本身它是对于我们的心脏 在一个感冒的时候 它可以提高心脏的功能 去让你自己去 抵抗一个感冒病毒的 在感冒的时候 心脏比较没有力气 我们需要在漏捷 可以出现身体出现的形成 对我们心脏的强度是有帮助 我们在生命的时候 第一个打十点水 第二个是打十点水 就是葡萄糖液 因为体力的东西 去让你的一个糖分 养分进到细胞里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高敏的方法 它里面有个就是茶红素 还有茶黄素 本身它是对于我们的心脏 在一个感冒的时候 它可以提高心脏的功能 去让你自己去 抵抗一个感冒病毒的 所以感冒的时候 适度稍微喝一点点 温热的红茶 也是可以舒缓的 那也是不错的 好 那布丁 你稍微煮碎之后 对 我已经把红椒 跟那个黄椒加进去 然后我们慢慢开始来加咖喱粉 咖喱的味道 这个镜头现在看起来很咖喱 对 相当的咖喱 凤梨看起来还以为是马力汁 它有加凤梨的话会比较 酸酸甜甜 对 比较酸甜甜的 然后比较刺激食欲 对 好 我们布丁这一个 彩椒跟凤梨煮了差不多之后 可以稍微放一点点的 盐巴提一下味 因为它下来比较偏甜 对 因为你刚刚下去的是 凤梨汁 凤梨泥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 不过咖喱香也冒出来了 对啊 好香喔 我觉得就算不是病人 闻到这个味道 也会心情比较愉悦 身体比较健康 对 人的身心互相影响的 吃到美食 其实可能心理健康 生理也健康的 而且会整个觉得说 有人关心照顾不下味道 老婆如果还在旁边怀疑他是假的 这个疾病的进程就蛮不好的 真的 因为我老公真的太常生病了 我在想说可能他免疫力真的不好 因为他有去做过过敏源检测 他非常多东西都是过敏 然后就有医生怀疑说 他的免疫力不太好 所以他像一样的病 他会比别人来得严重 我先纠正英文刚刚 扶你讲的 纠正是吗 对 我稍微纠正一下 过敏体质不代表免疫力不好 真的吗 过敏体质代表说我们在身体里面 对抗一些外来的过敏体质 你会反应过于激烈 对 所以我常常讲免疫就像我们一个敲敲板一样 譬如说我们如果敲板往这边偏的话 你可能会异味性皮肤炎 过敏性里面气喘 如果你的敲板是往这边偏的话 可能就是所谓什么 红斑性狼仓 类风湿性关节炎 还有说肝血又不易血 这叫自体免疫疾病 所以这不叫做免疫系统不好 反而是免疫系统不是那么balance 造成一个过度激活的状态 反而是免疫系统的反应过强 可能往某一地方过偏 所以不代表免疫系统不好 或太弱不是的意思 另外来讲刚刚您提到 那个过敏源的检测来讲 我们一般大概有两个系统 现在我们大概医界比较功能 比较跟急性发作有关的 叫IgE的系统 那个在一般健保我们都可以验 那你验到这个 比如我假设吃虾子过敏的话 那我可能是一辈子 竟然不要碰虾子 那我吃了花生过敏 可能一辈子不能碰花生 那如果说另外有些医生 会验慢性过敏 就是说如果你急性没问题 验到慢性有过敏的话 那个叫做食物不耐 就是不能耐受的问题 那可能会我们会分离 轻度中度或重度的不耐 那我们医生会告诉你说 可能譬如说你对假设 对黄豆有点不耐 我会跟你讲一个月不要碰 如果严重不耐 我可能会建议你三个月不要碰 但三个月之后 又可以再吃黄豆制品 是这个意思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就来试吃 我们布丁的凤梨咖哩牛肉 好好吃 这个大人小孩都会喜欢 酸酸甜甜 这个蔬菜也好吃 有时候还可以把它 请老板 帮我们切成牛肉条 那会更有口感 而且不吃牛肉的人 这个肉可能可以换猪肉或鸡肉 可是一模一样的做法 它酸酸甜甜的 真的很开胃 生病的人一吃一定开胃 因为生病的人 有时候真的 它的味觉是比较需要刺激的 可是你说你总不能用辣椒 去刺激它 对 所以我觉得用咖哩是很聪明的 因为它这个味道除了酸 就来自于凤梨的酸 就是那个咖哩的香味是在的 然后其他东西 它的做法会让其他东西 不会暖暖 就是还脆脆的很好吃 那为什么最适合用咖哩 第一个味道够浓 第二个是咖哩对这一群人很好吃 我们知道咖哩里面含有的成分 比如说第一个是姜黄 大家都知道姜黄 除了我们一般认为 它的抗氧化自由 机会可能相对的抗氧能力之外 其实它对于这种相关就是 如果病毒来的时候 让你调整你体内的免疫环境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体内的免疫很强 对 因为你知道吗 如果过强的时候 反而就像一些以前SARS的时候的 少年狼 过强把自己的身体当战场 焦土一变反而很严重 所以要刚刚好 所以免疫调节是很重要的 另外它 我们加咖哩里面有时候会加一些丁香 像丁香芬也认为说 对于这些什么流感病毒的 可能是有帮助的 就可以帮助我们杀这个对抗流感病毒 所以我觉得味道又够重 然后吃起来又有健康的帮助 所以如果家里如果真的刚好 有这种病毒感染的小朋友 他刚好不是小朋友 我觉得大人比较适合 大人 然后如果说他真的味道 就要很重才能吃 就可以试试看这道菜 而且没有生病吃这个也很好吃 我觉得那个酸酸甜甜 这一道很非常的厉害 因为在感冒的时候 最麻烦就是因为你在心脏 已经很可怜在肿了 还有人就是因为 因为中菜一定要加盐 对不对 可是因为你的肾脏 已经也很可怜 你的肾脏也在发炎 所以你会水分代谢不掉 顺便没有办法把细菌病毒带掉 所以甜的很厉害是 不要忘记身体里有两种缓冲液 第一个是食盐水 我们在生病的时候 第一个打食盐水 第二个是打什么 就是葡萄糖液 你用甜甜东西去 让你的一个糖分 养分进到细胞里 那酸酸甜甜又不咸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方法 而且刘医师 布丁刚刚选的是瘦的牛肉 那基本上 人在生病或者体质 比较虚弱的时候 优质蛋白质的摄取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你看我们在病毒细菌 到身体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身体要有白血球 去对抗你的细菌 白血球怎么对抗 它会有一些分泌一些 激素去杀这些东西 或者产生抗体 这全都需要蛋白质 没有蛋白质的话 它没办法形成这些所谓抗体 所以我们蛋白质 补充非常重要 那牛肉来讲的话 里面还有很足够的鑫 其实鑫来讲 这元素我们常讲说 跟伤口愈合是有关系的 可是它跟棉细菌提升 也是有帮助的 它可以促进我们在细胞分裂的时候 DNA的产生 然后尽快新增我们这个免疫 抗敌的这个大军 所以鑫是非常重要的 那牛肉当我们讲说 传统讲补血 它有这个B6 B12 还有铁 这非常高 不过重点是 大家还忽略一个 牛肉里面有叫肉碱 肉碱这东西来讲 我们常听到别人讲 减肥什么肉碱 肉碱这东西 它可以促进脂肪酸代谢 可是最新的研究发现 肉碱它对我们这个细胞里面 粒线体里面的 这个叫Q10的形成 生成是有关系的 换句话说 在我们在感冒的时候 心脏比较没有力气 我们需要在肉碱 可以促进身体Q10的形成 对我们心脏的强度 是有帮助的 好 不过我提醒一下 那只有牛肉才有肉碱吗 没有 还是只要肉类都有 肉类都有 但是牛肉特别高 那我们红肉也都有 甚至鸡肉 鱼肉都有 好 那但是我特别提醒起来 就是如果 或者有癌症体质 牛肉的摄取要适量 因为我们知道 它现在是世界卫生组 列为2A的一个致癌物 好 胆贡存过 因为我们牛肉的饱和脂肪 特别高 牛肉饱和大概53% 要挑比较瘦的部位 比较瘦的部位会比较好一点 好 这样提醒大家一下 好 谢谢刘医师 不过接着现在秋香姐姐 要分享感冒或者生病 或者天气一凉 这个中医老觉得是风寒 这个时候来个热热的 热汤鸡汤最好 是 其实我觉得 真的中医的那个 讲出来的道理 真的是也是智慧无限 当然刘医师也是 我很Q版的意思 你看他们这个是 刚刚讲的那个茶 在我们家 只要有人咳嗽 就是咳了两三天 我老公就把那个老茶 拿出来 然后自己咽的那个鸡汤 就泡一泡 马上就吃饭 那你们的茶是什么 是老普尔吗 我们有那个 老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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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了大概都有20年以上的 你老公放茶可以放20年 我老公有收藏茶的习惯 那在家荆棘 很多人感冒或者喉咙 感觉不是很舒服的时候 荆棘也是传统养生的秘方 对 就是我们家的阳台 有些看过 那个荆棘还没有红的时候 就把它摘下来 就用那个粗盐把它腌一腌就可以 那再来我女儿是偏爱喝鸡汤 喝鸡汤 对 所以在感冒的时候 她问她吃什么她都不要 她都会说鸡汤 对 是 那我就今天就准备那个鸡汤 那鸡汤呢 我买的是整只的鸡 然后我把那个鸡的骨头 鸡的脚就把它放来 熬高汤 熬久一点这样子 然后我在这边 我再把这个 滚了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鸡肉放进来 所以我们高汤跟肉是分开煮 那刚刚是先前熬过的鸡骨架的高汤 那现在把鸡块鸡肉 这个切块 那直接放下去煮 就整个掉进来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姜片掉进来 中医的概念里 冬天多喝点姜茶姜片吃姜 也是预防感冒的 其中一个不错的养生方法 对 那是建议 因为这次我们这次主题是 讲到是流感 就是一种流感 是比较风热性的 或是我们建议是把它变成嫩姜 因为主要是有些人是有化浓性 扁脑性发炎 或发高烧的时候 第一个鸡汤本身会让它吸起来 它已经化浓了 还是让它喝老姜香不好 第二个是如果说 它真的是一个肠胃不好 你不能用这样的话 你可以去皮去油的鸡汤 非常对味的 非常好 所以我在这里就把鸡肉放进去 然后这个就是干的香菇 干的香菇泡过之后 对 我就把它加进来 但是这些新鲜的菇类 其实它的一个 营养价值也很高 对 一个多汤体也都很好 然后我就会把它 所以你要另外炒菇 对 因为你这样放进去煮 它就那个 滋味没有那么香 煮汤就不好吃 对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 放到干锅里面 我什么都不加 所以即便这个新鲜的菇 像这个红洗菇 这个各式各样的菇 你都准备要放到鸡汤里 可是以这个新鲜的菇来讲 你会干锅 然后先炒一下 好妙哦 直接剥 为什么这种菇 观众朋友可能不相信 很脆 对 然后之前也是脆的脆 我本来以为它应该是软软的 对 它够新鲜才能让你折 肉新鲜 所以如果不新鲜 如果不新鲜的话就折就会这样 就折了就弹回去 塌掉了 真的哦 那你把它炒过了以后 它那个菇吃起来的口感就会不一样 是 好 那当然还要大蒜 所以这个大蒜你可以直接放进去 也可以放到这边 因为我在这边跟这个菇稍微炒一下 那个菇就会吸收到它的大蒜的味道 所以很多医生基本上都觉得大蒜是 葱姜蒜是亚洲三宝 对 那在很多料理当中其实可以尽量多吃嘛 这里面就最主要含流化合物 含流化合物 非常的厉害 葱姜蒜都是嘛 都有都有 提升每一系统非常的好 是 林光我现在把那个盐啊 跟那个胡椒就加在这边 因为这个菇呢 等一下它进去会整个吸那个汤 所以呢它基本上来讲 它就会比较 味道会比较淡 我现在把它炒了以后 它就会有一个咸味在这边 你看我们姐姐多厉害的菇 干的香菇它泡发后 直接在鸡汤里头炖 对 那它这个是干香菇的香气 可是它刚刚那个不沾锅 直接干锅炒的是一般的新鲜的菇 所以新鲜的菇跟干香菇 两种用法就不一样 那两种用法跟做法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虽然最后是香菇 菇菇鸡汤 对 可是它就两种菇的功能跟诱点都有 是的 那我每次都是大厨匙 那个我是要再去买一个大一点的菇 这个是食人份的 不养生鸡汤 是 那这样子呢 其实你看你炒过了这个汤 不一样 香味也不一样 对 大蒜的香味也不一样 对 所以你就是本来很清爽的汤 可是呢对那些真的感冒 尤其是比过敏的 对 每次我女儿都说 妈妈你不要叫我吃东西 我就吃任何东西都没有味道 对 所以感冒的时候真的是这样 看到这都想拿锅子来赞助一下 是好那我现在就是把蛤蜊 因为蛤蜊还是含有一些辛 放不进去了啦 然后我们最后再丢一点蛤蜊 也可以提鲜汤头的鲜甜 就觉得蛤蜊跟鸡很配 是 非常配 而且要加大蒜 对 那其实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加菇 我们就加山药 也很OK 加红枣加山药也是很OK的 蛤蜊很甜 好姐姐我们这个鸡汤滚了就好了 对滚了就可以了 你看 哇 好开心喝哦 我们秋香姐姐的蛤蜊咕咕鸡汤 超好喝的 我好久没有吃到秋香姐姐的东西了 好好吃哦 这鸡汤真的好赞 越喝越好喝 然后这个菇这样子好鲜美哦 可是它的菇是脆的耶 不像一种菇是脆的 如果你煮那个汤 因为你如果直接去煮汤 它会比较软 因为你再把它扁炒过 它就比较脆 而且香气比较浓一点 所以炒过真的滋味不一样 对对 比较香 所以我们吃每一种菇 口感都好好 都不一样 它就是有软的 有脆的 有Q的 而且重点是我觉得 虽然说感冒的人 或是生病的人 希望味道要强一点 可是也不能太腻 所以它这个是刚好 它是清淡 但是味道是重的 它第一口进去 你可能觉得比较淡 可是越喝就越有滋味 因为它刚好蛤蜊跟肌肉的 那个氨基酸流出来 就是觉得满满的就觉得 好好喝 就是有露甜味也出来 超好吃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 这真的是简单又好做 就是加一加 只要记得先炒菇 但是真的营养也够 味道也够 然后又不会太腻太油 真的 那我问一下刘师 这个鸡汤鸡肉跟蛤蜊 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蛋白质跟氨基酸的来源 对对对 其实我刚刚解释过 我们大概在生病的时候 抗体需要是蛋白质 里面的氨基酸 那在鸡肉来讲 我们是白肉 是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 那蛤蜊也特别 我们知道蛤蜊里面 除了蛋白质以外 它的氨也蛮高的 那还有一个特别的 它里面有一种 就是微量元素的锡 就石头石东西南北锡 这个元素来讲 它是我们形成一个 肝脏解毒 一个叫做骨光肝胎的 过氧化酵素 很重要的一个因子 所以有些人喝血精 是这样的道理 对它可以修复肝脏 实际上在修复肝脏 同时它可以促进我们肝脏 解毒的一个 这几个酵素的活性 所以很多人 这个我们在生病 不管是说感冒 或者一些有伤口 或者是有一些癌症的病人 做化放疗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点 比如说蛤蜊 丝瓜汤 蛤蜊鸡肉 来入这个料理的话 蛤蜊营养是可以让我们 在生病的时候 提供很好的一个能量来源 好那接下来 潘潘也要分享 生病有的时候 刚刚陈布林讲 就很容易吵架 对 他吃点甜点心情比较好 生病也有可以吃的甜点 没错 而且有点刺激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个 用优格 因为优格对身体也很好 对 然后我们用优格 跟柠檬来做一个 优格柠檬桃 优格柠檬桃 所以下次小石头 流感感冒 也可以喂这个给他吃 对 当然这个就是要快好的吃 然后偷偷每天喂他一个 他一定马上就好了 搞不好以后爱上感冒 爱上感冒 希望不行 假装才有特别 也说妈妈讲到 说太舒服 我要看医生 对 那我们今天再做一个很简单的做好 首先我们其实用了一点点塔皮 那这塔皮是燕麦塔皮 那我们就有面粉 奶油 蛋 然后去烤一个燕麦塔皮 这样也比较健康 然后油脂降到最低 所以它其实比较酥一点 因为油脂量比较小 好 然后这做好呢 或者是买现成的塔皮也可以 那首先呢 我们现在先准备这个柠檬汁 那这个柠檬汁呢 它现在是冷的嘛 那我们让它稍微有点加热 然后有点味道 柠檬汁是维他命吸一大堆 对不对 你要稍微 稍微加热 然后有点味道就可以 因为它增加它的香气 好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滚水这边呢 我们就把它放着 我们就让这个柠檬汁 稍微有点隔水加热 稍微留下隔水加热 各位老板们 如果你想要让在这一波流感中 你的员工不生病 你要记得 优格也是很好用的 有普通义菌的这些工人 它那个请病假的几率呢 是不是很划算 你照顾你的员工 你的员工就不会请病假了 所以现在如果流感期间 你担心说我们公司赶工 赶快平常给他们吃油 或益生菌 然后另外呢 我们就准备了另外一个钢盆 这里呢我们有四个蛋 好 全蛋 它打蛋的同时 我问一下苏青 过去很多时候感冒流感到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秘方 像有一些人喝比方说 什么蜂蜜柠檬水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柠檬或者维生素C 这最后背后的逻辑 还是营养素的补充嘛 以维他命C来讲 它最早其实起源于 有一个那个诺贝尔奖的得主 他那个时候他有一套理论 他觉得说 如果用这些维他命C的话 不只可能可以预防感冒 甚至可能可以 有没有可能缩短 这个感冒的流程 但是后来是一些 比较大规模的临床认为说 其实好像你即使已经感冒了 你来服用这些维他命C 其实可能对于整个流程 病程缩短是没有帮助的 可是如果说对于一些 你本来是C比较少的人 不足的人 你平常补来讲 可以增添你的免疫力 这是一定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至于蜂蜜柠檬水的话 蜂蜜是一个很妙的事 以前他们就发现 为什么医生给小朋友的感冒 咳嗽糖浆是甜的 然后他本来想说 是不是只有骗小孩喝的好处 后来发现没有 他们就做一个夜壳的实验 就是给宝宝 就一组是比如说开水或什么 一组就是这种蜂蜜水 然后就发现 即使是喝蜂蜜水 也对他们有点止咳的作用 所以你看如果柠檬 可以帮助你提升身皮的抗病力 然后这个蜂蜜可以帮你 抑制咳嗽的话 这加起来又好喝 又可以帮忙 好 那潘特这个时候 同时打了四颗的蛋 然后加了八十颗的糖 那今天其实量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蛋 把它充分地打散 那一定要充分地打散 把这个糖打到融化 糖跟蛋液 要让它融合为一 对 这是一个很天然的一个做法 就是我们没有添加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淀粉 还有一些其他的果胶之类的 那我们另外一方面 隔水加热那个柠檬汁 对 让它出点味道 其实看它的温度也很变 也出点柠檬味了 对 稍微温热就好 因为不要过度加热 有点温热 我们就把它拿起来 好 那我们来确定 这边的糖是不是已经融化了 我们把这个蛋打到八 基本上它今天有点像蛋塔 对 有点像蛋塔的做法 好 那我们再把它打发之后呢 我们就把柠檬汁丢下来 柠檬汁就是把它倒下来 就垫个抹布在下面 好 它比较不会动 好 好 糖跟蛋然后加柠檬汁 对 你是可以发现 也就是很简单的配方 很简单的配方 只有蛋加一点糖 加柠檬汁 对 柠檬汁如果没有隔水加热也可以 可是香味会有差 其实刚刚这样 一下你可以闻一下 它其实它的柠檬的味道就在里面 好 那这就是一个最传统的柠檬馅的做法 所以其实 现在如果你去那个 一般的那个西餐厅 你看到柠檬桃都很贵 一百多块起跳 你就可以自己在家里试试看这个 好 我们这样子隔水加热 这时候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 边加热还边打 对 边加热边打 把它打到让它变一点浓稠状 对 为什么它隔水加热就浓稠了 因为它现在开始会上温嘛 那温度会开始上升之后呢 那蛋白质到达一定温度之后 它开始就产生凝结 如果你现在想要是做冰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加吉利丁 把吉利丁丢进来 那它这样吉利丁 它就变成有点类似果冻的感觉 对 那如果你要吃是比较Q的 你就可以多加一点点吉利丁 或者是果胶 它等一下你放到冷藏的时候 它就变成像固定的口感 吉利丁就是有一些人 在做果冻的时候也会加的 但如果你是要吃有馅料 粘稠的感觉 我们就不要再加吉利丁 直接靠这个蛋 让它熟成 所以变成你要加什么口感 你自己决定 那再决定你要不要加吉利丁 以及你的吉利丁要加多少 对 没错 那也有一些人没有加柠檬 他直接加鲜奶油 对 就是另外一个馅料 对 可是我们今天做的是柠檬馅 比较奶重嘛 那柠檬就比较清爽嘛 对 然后在这个打过程当中呢 因为蛋白质它会膨胀 所以你会发现一开始很难打 它会一直膨胀 好像打发了 你会觉得它到底有没有熟 可是其实呢 它是还没好的 它会先发 发完之后它等一下会消泡 可是这时候有个注意的是 你可能膜布要扶着 因为不然你的手会烫 那嘉义的李妈妈问 你一定要五分钟吗 不用五分钟 妈妈如果你速度够快 火力够大的话 你比较容易用传统的炉灶 两分钟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要赶快搅 其实不用到五分钟了 我们让它滚 可是在这个时候 我可以讲一个吗 下面的水 拜托 一定要热 你如果水没有热 你这样上来 它没有热 它的温度不大 它温度根本不大 而且你只这样把它打 你会把那热气又打出去 它永远都不会滚 对 所以你要这样 所以我们盘下面 刚刚我稍微滚大一点 让它下面隔水加热的水 热度是够的 好 因为它这样热热的 它会比较软一点 我们等一下把它隔点冰块 让它降温 对 瞬间让它降温 它等一下就会变得比较硬 那我们就准备一个比较大的碗 然后就把它隔冰 所以好妙 刚刚是隔水加热 现在是隔冰 现在就不用用抹布 因为手不会冰到 好 请问一下 是 像它这样打 如果我用电动的可以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所以用电动的话 它是一直打发 它不会变不同的质感吗 电动的不会 它其实你不要打太快 你打太快它会变膨 它会变膨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在加热过程当中 对不对 其实造成蓬松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空气 有空气的话 你加热那空气就会爆破 所以其实它还是会陷下来 好 那我们再准备另外一个钢痕 因为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我们要利用优格的味道 然后把它加进去这样子 好 准备另外一个钢盆 我们就准备来挑一下 因为其实这里量比较多 这里量比较多 我们就挖个一匙的柠檬馅 好 两匙 一两匙的柠檬馅 看起来好好吃啊 这个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我个人非常爱吃柠檬塔 但是因为它很贵 对 所以呢 我就特别研究 你就很喜欢这样子用一个卡这样子做 对 我就特别研究这个东西 好 这先把它拿起来 好 好 那我们因为现场的温度 因为我们很上很快速的在做 如果你让它在温度低一点 它其实它就会结块 那我们就说优格 优格 我们大概2比1就好了 这个也是一般的无糖的优格吗 对 这是无糖的原味优格 好 那一样要把它搅拌均匀 让它这个滋味非常的融合 而且口感才会比较细致 没错 因为优格有一些是有点颗粒 还是要稍微打散一下 那如果说你是想要吃硬一点点 你刚刚吉利丁大概可以加到 以这样的比例大概可以加到6片到8片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因为要吃的不是硬的 所以它其实是比较Q 比较像一个馅料 比较像一个酱的感觉 那我们最后呢 再刷一点点的这个柠檬皮进去 那这样的柠檬的香味会更香 对 就会更香 好 把这个馅挤进去 好 没有台南的李同学要问 是 就是你刚才那只刀子 如果他们要去买是去哪里买 那种刷刷刷的那个 其实那个 其实现在在很多烘焙材料行都有 烘焙材料行都有 好 那我们就把它剪个小洞 好 我们就把它挤出来 感觉今天也蛮凝固的 你要小心喔 好 我不会 要小心喔 没有 今天没有花嘴啦 所以不愧的啦 我们就直接把它这样挤 因为它自己也不会夺塌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整个呈现 对 它有一个张力 它会QQ 对 它会固化 那它多久才会固化 好想吃喔 它其实现在就是算是半固化了 但是如果我们再把它放冰箱 放一个小时 它会比较接近冻的质感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一颗80 这里9颗就可以卖很多钱 哇 那大家可以试试看 可是这样子可以直接吃吗 这样可以直接吃啊 然后我们最后当然还是要再刷上 一点点的柠檬 柠檬皮才像柠檬卡 刷上一点柠檬皮 对 然后做一点点简单的装饰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那个塔皮 是用燕麦做的 那我们可以放一点的燕麦在上面 真的耶 放一点点燕麦 那比方说你喜欢这个水果干啊 或者坚果啦 各式各样的配套都可以再放 对对 而且像这是你看它多好用 你可以刷一点坚果 坚果碎 坚果碎是这样刷 对 也可以让它刷上去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节目 就是要教大家吃健康的料理 所以其实我们用最健康的方法 来做出既好吃又美味 但是绝对不会吃健康分数的料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我们看这一个优格柠檬塔 我觉得比很多饭店 很多甜点店的更好吃 更好吃而且更香 其实它就是因为是原汁原味的柠檬 然后加上很好品质的蛋 那就是最简单的两个东西 我们把它煎 那加一点点糖 它其实它就是会呈现一个 你会觉得它很熟悉 可是你看那个酸里面会带你刺激 你会觉得整个食欲都开了 而且不会太甜蜜 对 没错 好好吃喔 超好吃到蛋香耶 对啊 然后如果说像有些朋友们 如果在家里你没办法做塔皮 或是懒做塔皮 其实你可以买那个消化饼 买消化饼 然后你就可以试着把 像很多那种流行的店 他们都把那个柠檬馅 装在那个玻璃杯里面 很漂亮的玻璃杯 你就拿那个消化饼下去沾 对 或者是有时候你烤一点点 干燥的面包棒 就像把吐司切成条 烤干燥下去沾 这样子也很棒 或者我们可以倒着做 把那个老阿苏人说 我下面放柠檬 然后上面把那个饼弄一折折 这样弄碎压上去 然后变成柠檬的提拉米 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 它真的超好吃 因为它那个柠檬的清香 就真实的柠檬真的是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柠檬的清香就会散在口中 非常非常好吃 因为它又加了优格 所以它有另外一层的酸味 它不会很单调的 就一般的柠檬酸 它就有另外一层的酸气在里面 非常好吃 而且它除了在这边提供 另外一层的酸气之外 我觉得重点是 各位老板们 如果你想要让在这一波流感中 你的员工不生病 你要记得 优格也是很好用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说 优格里面好的益生菌 这益生菌在你的肠胃道 你一方面可能想说 它不就增强免疫跟帮助那个吗 后来他们就发现 瑞典做一个很有趣的研究 它就给了181个工人 就是说补充这些好的菌 就过了80天之后 就去算说 那有补充疫菌的工人 跟没有补充疫菌的工人 他们请病假的情况有没有差别 后来发现 有补充疫菌的这些工人 他不是补充80天吗 他那个请病假的几率 比没有吃的少了三分之一 是不是很划算 你照顾你的员工 你的员工就不会请病假了 所以现在如果流感期间 你担心说 我们公司赶工 赶快平常给他们吃优格或益生菌 这样子你看 他们会觉得你很照顾员工 又不是生病 你整个制程都可以赶得上来 所以益生菌可能影响肠胃道的健康 肠胃道的健康就影响你整个免疫力 跟整个身体的健康了嘛 那周太医也要分享一个 在流感的旺季 很多人也可以考虑喝这一个相关的养生茶 对 因为流感真的是跟感冒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一次不能再带SARS或一般感冒是什么 中医师最爱的余心草 因为流感真的是很不一样 所以我先介绍一下 这叫做有没有黄渤 黄渤本身是叫小破茧 可以让我们肺部的一个痰可以化掉 抗菌抗真菌 所以我第一个介绍是黄渤 它很苦 那只要是姓黄的东西 除了黄渤之外 其他的黄先生都很苦 所以我介绍另外一个 黄渤以外的黄渤都蛮苦 真的蛮苦的 那个比较苦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就是像这个东西叫黄渤 黄渤本身更特别是 只要是一个抗菌的 比方说它的特色在中医 事实上剩余需要的抗生素 其实我们作为研究是 如果有线对于一个青霉素 它是已经有抗药性 它居然在有抗药性的时候 我们给它测一个黄菌 它居然是会有反应的 会对于比方说像一个细菌性的 脑脊髓膜炎的 或是对于金黄色葡萄菌 大肠杆菌的 有一些发炎的话 它可以去抗菌的 那这一件上的一个叫做防风 因为很多小朋友 防风感觉就是在防止风寒 对 就是预防风寒 因为有些小朋友 他吃了一个感冒药 他会一直沁瓜 老沁瓜 那这东西很特别是 它又可以发汗 像我们刚才吃了 邱家康老师的一个 一个姜汤 姜汤 鸡汤的话 它会发汗 它又可以发汗 又可以止汗 所以还有双向调节 我就把这三个放在一起 但是苦到真的会骂脏话 所以我就帮大家介绍 真的是 真太苦了 那为了要治病没办法呢 我们就放一个柠檬和一个蜂蜜 就跟刚才素青说的 我们用一个来提高我们免疫系统 那我们煮熟的 比方煮肺的 一闷煮的一个黄晴 还有防风 还有黄渤 我们把它用肺水把它冲下去 通常要煮多久 其实它很快 到20分钟就好了 我们把它沸水把它煮下去 20分钟大概就煮出滋味了 可是因为太苦了 所以可以加蜂蜜柠檬 然后你会发现说蜂蜜和柠檬 它既然可以提高免疫系统 又可以有一个黄晴黄渤防风的治疗 和抗拒的效果 这是对小朋友是很好的 好 谢谢周太医 那最后刘医师也要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丁明 对 我曾经在捷律上看到一个状况 一个年轻人进来 他的手握扶把 突然打个喷嚏 然后手揉一下 来换另外扶把 然后他就下去了 另外下个年轻人进来 一样摸了扶把 然后他就换一换 又换了另外扶把 然后手揉一下鼻子 然后就下去了 各位知道流感就是这样传染的 对 所以特别要注意 一定要勤洗手 当你外出到任何地方 即使说按个电梯 摸到一个扶把 摸到椅子摸到电脑键盘 只要是你要再摸自己的鼻子 嘴巴眼睛的话 拜托先洗手 我先打个岔 那洗手要洗到什么程度 才算洗干净 抹上肥皂对不对 手心对手心 然后我手心不对的手背 然后另外一般也才一样 这样子两边都多 可以把我们的手指尖的 弄干净 然后最后呢 因为我们还有一些 再把稍微大拇指 然后有的时候 在左腕地方再洗一洗 然后冲干净 这样是一个很标准 一个pro 我先打个岔 你有这样帮小石头 跟卤肉饭洗手吗 没有 所以感冒 小朋友更要这样子洗手 所以他其实在外面 也可以顺手带着干洗手 因为有时候 你马上下捷运要干嘛 又不方便 所以可能就是干洗手 所以小孩预防流感感冒 洗手很重要 非常非常 包括最近肠病毒 其实已经开始 纯粹运动了 对 然后当然我们在打拼 流鼻水的时候呢 各位如果说